大家好 剛好我們上週的小劇有討論了一下 This Factory目前的進度 然後以及做了一個回顧 所以今天除了剛剛的成果分享之外 我也大概講一下 This Factory從2019年開始做發想 然後2020年上線 那以及一路走來到這邊 也推生出了大家來找場的這個活動 那就是這過程當中社群做了什麼 那我們這邊地球公民基金會議題端 這邊用了社群的平台 那以及大家來找場這樣子的工具 又做了哪些事情 那這中間捲動了相當多的厲害相關人 除了我們自己的志工啊 我們自己的核心關注者之外 這些工廠場主 澄清民眾 還有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還有中央政府單位 其實都有被我們的 This Factory的回報系統 還有大家來找場有捲動到 那我們社群其實在最當初 標註了農地的範圍 然後以及爬出了許多疑似工廠的點位 然後並且在這個過程中 就逐漸發現到我們的需求 比如說我們可能需要建立後台管理的相關 文件案件管理的相關後台 那我們也做了澄清民眾的使用訪問 因為必須要了解到說 這些民眾他們真的在乎的事情是什麼 他們想要抓出的那間工廠到底位置在哪裡 那他們希望這間工廠 後續到底是不是需要持續的回報追蹤進度給他們 就是這些其實我們都是 社群是不斷的在想說民眾的需求會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有做了使用者的訪問 那甚至還有提出一些相關的特別企劃 比如說在春節返鄉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又把我們的標題 換成了跟年菜相關的campaign 那除了回報系統之外 我們也開始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主動的去找出農地上面的新增建工廠 所以也催生出了早上小班有提到的 大家來找廠的這個 新的倡議的方式 那在議題端我們其實用了回報系統裡面 收集到了大量的個案 所以我們其實發現了很多 在實際在現場的狀況 比如說很多工廠它明明是舊的 但是它其實是由新的工廠進去寄居的這種狀況 這都是我們要靠回報系統給我們的個案 我們才知道實際上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也用了這些資料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倡議跟拜會 那在這過程中其實也捲動了很多的民眾 跟陳情民眾還有工廠常駐 因為像一剛開始 回報系統剛上線的時候 只有24個報案的案件 但是到現在其實平均每一個月都有一百件以上 那公務人員的話他們從一剛開始 他們會整包的把公文退回來給我們 到現在他們會主動的去幫我們 如果我們有地點標錯的話 他們還會幫我們更正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些蠻重大的改變 那目前我們在倡議成果上面也要到了許多進展 比如說經濟部他們願意把他們的查處資料做公開 本來他們只公開的是PDF檔 到現在他們願意公開Excel檔 那行政機關對我們的態度也逐漸的轉變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手頭上其實是有 的確是有像這樣子的個案真實的數據 這樣 那也從要去拆除這些工廠 變成到源頭去管理接水接電 這些都是蠻重大的進展 那剛剛因為有了這些成果 所以我們其實到了這個專案 其實走到了一個需要回顧 然後去發想新的可能性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成果 其實也需要做一個視覺化的處理 所以剛剛 剛剛跟薇薇 然後Sarah跟Morris 就是在討論說我們的這個成果要怎麼在 我們回報系統上面的Landing Page 可以做一個呈現 因為過去我們的Landing Page 都是服務陳情民眾 他們去教導他們怎麼使用我們的回報系統 那但是其實很多資訊我們是漏掉的 比如說為什麼要檢舉 這個工廠它的危害程度在哪裡 那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的這些 前置的資訊的話 很容易把回報系統淪為是一個惡意 讓工廠惡意競爭的一個工具 所以包含說我為什麼要去檢舉 那檢舉有用嗎 那以及說檢舉之後 這間工廠會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以及相關的新聞延伸 這是都是接下來那個Landing Page 可以做一個改版的事情 那今天就是真的很謝謝 三位可以幫我們This Factory 做一個這樣子的發想 那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you